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主门書 歡迎大家收聽我們今天的嘉賓訪談 眨眼, 今天已經是12月1日 很快聖誕節就會到 很多朋友都會想想 為什麼可以買一些禮物 送給海外的親友和朋友 當然就會想到我們加拿大的冰酒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柳傳酒莊的CEO 就是Sheridan上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介紹他們一瓶得獎的美酒 你好Sheridan 你好… 每次Sheridan上來我們都很高興 每次都帶了一些很漂亮的酒 來跟我們介紹 今天帶了桌面這兩瓶新鮮滾熱 就是他們柳傳酒莊 剛剛是新出品 和剛剛得到了金獎和銀獎的冰酒 因為它的顏色很像金 所以金色很容易叫做金酒 其實是得了金獎的冰酒 沒錯… 金色很多人都會說像黃金冰酒 為什麼叫黃金冰酒呢 因為釀製冰酒的葡萄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每一個葡萄 只能夠拿到很少的果汁出來 所以冰酒的果汁就像黃金一樣 這麼珍貴 所以有人叫它黃金冰酒 而且顏色很金色 沒錯… 它的濃度是非常高的 其實Sheridan 剛才你提到這兩種酒 我知道你們是剛剛得到了大獎 其實這個獎叫什麼呢 這個呢 今年我們在2015年到的 王家薄納會的大獎菜裡面 我們獲得了金獎和銀獎 包含了這個公開菜的甜品酒類 我知道你今年已經是連續第三年 你每次上來都好像介紹了一些得獎的酒 你也上來很多次了 這次這個已經是第三次的路 沒錯… 連續三年得到了這個金獎 這樣說吧 我們應該說 大家看到的酒就是每一年摘的葡萄 也叫做每一年的酒 連續三年出產的冰酒 就是2011年、2012年、2013年 這個2013年也是剛剛才做好的 就是2015年才做好的 就是說我們連續三年出產的冰酒 都獲得了在加拿大大獎菜裡面的金獎的時榮 所以現在這個剛剛出產的就是2013年的葡萄子 這個葡萄是做出來的這個冰酒 沒錯… 那之前得獎的分別是2011年 是… 那些葡萄製造出來的酒 以及2012年的葡萄製造出來的酒 沒錯… 那現在這個就是2013年 已經這麼說到2013年 很多人都會想起那一年 就是在當多很大的冰暴 沒錯… 那會不會跟做這些冰酒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呢? 那就是因為… 因為我們做冰酒一定要天然的葡萄 那一定要天然冰凍的葡萄 因為你看到Ice Wine幾個字 它連在一起寫 就是說這些葡萄是天然冰凍的 所以天然冰凍說每一年就是寒冷的時候都不一樣 所以葡萄製造出來的完全風格都不一樣 所以每一年造出來的酒都不同的 都有很大的特點都非常不一樣的 那今年這個得金獎 首先講一下這個金色的冰酒 其實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那一年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們多人多八年一二的冰瓦 當然記得 多人都一定會記得 一定記得那一年 2013年 那一年氣候跟往年都不一樣 所以那一年的冰酒 譬如是跟2012年的冰酒 都完全是不一樣的 口感和果香味都非常不一樣 譬如好像那一年 很有趣 只是那一年的冰酒 我們就會有它的荔枝的味道 有些荔枝的味道 是的 那時候這個荔枝的味道 就是跟我們南方的桂妃子 那個品種的味道是很相近的 就是我們叫菲子酵 菲子酵 這個品種 所以現在2013年的 這隻得金獎的 Ice White 它就有荔枝味 是的 一句話就說 是有荔枝味 那說一下這個得獎的金獎 那旁邊這一個就是拿了銀掌 是嗎 是的 沒錯 那這個顏色不同 就是紅紅色的 那這些紅紅色的 拿了銀掌的冰酒 其實跟旁邊拿了金獎的冰酒 其實有什麼不同呢 那首先就是它完全是不同的葡萄品種 是 那第一個金色的葡萄就是一些青的葡萄 那這個品種叫Videl 那這個品種就比較適合做冰酒 那這個紅色的冰酒 就是用紅的葡萄去做的 那其中在安散比較出名的就是Cat Thorn 那這個品種 那非常之珍貴 因為這個葡萄是在安散長得非常之好 但是它的皮比較薄 所以產量很少 所以釀出來的味道 風格完全都不一樣 那我們很多人就喝 平時金金地式的冰酒 好像見得多一些 那紅色的好像比較少見 會不會是特別貴一些 相對來說它會貴一些 因為它的產量 那就是黃色的黃金冰酒的產量 百分之十左右 那就是比較少 就是這種葡萄品種比較少一些 比較少一些 而且要很多才炸得很少的汁出來 可以這麼說 但是最重要就是因為它的皮薄 就在寒冷的天氣很多會壞了 所以用人工要將壞的汁出來 用的人工比較多 明白明白 所以比較珍貴 但是紅色會不會對我們女士 或者養顏 就是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個其實兩個都 基本效應都是一樣的 但是有一件事一定是 就是因為它的紅色 我們中國人比較喜歡 很多人都說 那我們特別是過年的時候 就說希望黃金滿屋 再加上這個紅運當頭 所以送禮也是很適合 對… 那你送兩支給我 可以的… 即是送禮最好就是一支金色 就是黃金滿屋 然後紅色就是紅運當頭 是的 所以聖誕、新年 如果是送禮給海外的朋友 特別如果是海外的朋友 可以收到一支 加拿大出產得獎的 這兩支冰酒 我想真的非常開心 沒錯 說到剛才你說這兩種冰酒 每年你們都參加這個大賽 我跟你們說一下 其實這個大賽是有甚麼人參加 是否很難得獎的 真的很難得獎 因為大家知道 就是在安省佔 前的加拿大的冰酒的產量 百分之九十 即是我們加拿大的冰酒 在全世界佔百分之七十五 我們安省佔百分之九十 你可以知道 在安省有很多的葡萄酒莊 幾百間的葡萄酒莊 是的… 每次你去參賽 你會看到整個屋都是冰酒 你取得銅獎也很難 很難得獎 至少也有百多個產品去參獎 還是怎樣 有幾百個 有幾百個冰酒去參加這個比賽 是的… 我們柳全酒莊獲得金獎 即是第一名了 沒錯 冠軍 沒錯… 而且今年還包辦了頭一、二名 所有的… 第一,第二名被你獲得了 是的… 其他酒莊 變成沒有機會獲得獎 被你獲得了 也很值得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也很幸運 因為這麼小的酒莊 就算我們獲得銅獎 本身也是值得高興的 是 但是在這幾年 我們連續獲得這麼多獎 除了我們的釀酒師 我們是一個意大利的釀酒師 比較有名之外 還有我們在種植葡萄的時候 跟他們的要求都是不一樣的 是嗎 會有些… 有些… 秘訣的 有些秘訣的 是…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一般大家知道 在納加科這邊 遊客比較多 我們知道做冰酒 一般都是零下八度 要求就是取襲葡萄 你知道 如果你每一天 它的產量都會越來越小 是… 譬如我們一般的紅葡萄酒 或者白葡萄酒 一公斤葡萄酒 就可以釀製了 那用冰酒呢 要八公斤到十公斤葡萄的 哇… 真的有很多 有很多 因為天氣寒冷之後 它的糖分和水分分離出來 嗯… 而如果你一… 一… 一早窄 你的產量就會越高 嗯… 而如果你每等一次 它都會陷入很多 是… 但是我們呢 就… 在這一邊呢 我們會等得久一點 就說寒冷之後呢 就繼續… 希望氣溫再上升 然後再下降 那我們等幾次這麼多 所以我們釀製出來呢 本身的材料呢 都非常之好 那麼… 所以我們都知道了 就是釀製和做菜一樣 都是七分材料 三分工藝的 那麼… 我們材料方面呢 我們要下足功夫的 哦…明白 真的要減淨的時候 讓它動久一點 是… 來摘這些葡萄 沒錯… 還有呢 我去過你們的酒莊 很特別就是 他們有些天然的泉水 所以叫柳泉酒莊 所以會不會和你們那些 天然的泉水都有關係呢 那其實泉水呢 水呢 就不會用來釀酒 那麼水呢 都是… 但是水呢 很重要對葡萄的生長 那麼有泉水的地方 通常都會有… 是一些種植葡萄 是一個好的地方 那麼… 那麼當然呢 這個酒莊 已經是第三代 的意大利人 已經來到那裡 發掘這個地方 那麼這個地方 那麼這個地方是非常之特別 那麼因為呢 就… 那裡的雨水比較多 那麼… 就是雨水通常呢 經過的土壤呢 就落到去… 就滲透到下面的水源那裡 那麼滲透的時候呢 就會將… 泥土很多的礦物質 就會帶到到水那裡 那麼… 最加上呢 那個地方呢 是安省一個自然保護區 那麼它本身呢 下面呢 就已經是有 一萬二千年的冰… 冰漬程的水 那麼當那些水… 那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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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葡萄一定是生得很漂亮 那些水的水 erm… 那些水… 那些水溫 veces是נ 露土很漂亮的 現在我們就有這樣的服務 就說你在加拿大付款 去各類提貨 我們去各類提貨 特別是我們今年剛獲獎的冰酒 我們現在為了應付顧客的需求 我們特別是空運回中國 大概多少錢? 說不說可以嗎? 可以的 我們的黃金冰酒大概是38元 已經是包稅 包了運費 包了所有的費用 免了稅 已經直接送到你在各類的家裡 這個解釋非常好 可以獲得多年都獲獎的 柳傳酒莊得出來的冰酒 可以送禮給親戚、朋友 非常好 在我們的螢光幕 也看到柳傳酒莊的地址和電話 今天再次感謝Sheridan 上來跟我們介紹這麼好的冰酒 謝謝 謝謝 我多次這些 沒事 我是 有